观光局推出的暖冬以及春油补助计划 希望帮助国内的观光市场 但是因为申请手续繁琐 被民众所诟病 立委刘兆豪在立法院咨询时 特别要求交融部长林佳龙检讨改善 另外南回电气化的工程 除了应该改善沿线暂体之外 也应该要规划小农展售的空间 提供游客来选购 促进在地的产业发展 那可惜你夫人没有来 他就可以知道这个经验 网路上购物的经验 无论你是在国内的网站或国外网站 其实你会发现它有几个基础 第一个就是信任 他有信任 如果不信任的话就不可能有网路购物 当然他安全这个必要的 然后第二个他就是简便 观光局推出暖冬及春油补助方案 大大增加民众出油意愿 对国旅市场注意很大 但因为申请手续繁琐 旅宿悦者还需先垫付 引来不少民怨 列委刘昭豪特别针对此事 要求交通部长林嘉隆检讨改善 无论你是第一阶段 12月31号以前或后面的第二阶段 台湾这个正面评价很高 但是很可惜 为德不足处在哪里你知道吗 勤款是非常非常的艰难 第一阶段的勤款 可能有一批是应该在4月底才领的到 4月中下旬 那我觉得 最后都已经完成 所以我刚刚问你网路购物这件事情 如果你要亲身去经历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那我们现在民间做的 坦白讲就做得非常好 他有在信任有安全 然后又简便 所以我们买东西或者彼此的信任 交易是非常简单 但是一进入到政府体系的时候 明明我们现在有很多好的资讯的方法和系统 但是我们一进入到政府的暖冬 我以暖冬来讲 要申请补助款的时候 我们是进入时期时代 而不是把它当成 你要透过资本 你就不要登录 反正最后你还是要省资本 你叫他登录干什么 另外正在进行中的南回电气化工程 刘兆豪认为 除了应该改善沿线站体外 也应规划小农展售空间 提供游客选购 促进当地产业发展 车站的站体 做了很有成效 部长你前几天 我到台东火车站 包括池上关山 大家很有 赞神有加 那我现在要求交通部 要启动另外一个南回县的 因为南回县的车站 当然规模不一定像东县的这么大 但是它非常重要 特别是我们在明年之后 南回电气化就要同车了 南回电气化好了 有好的车厢 有新的车厢 但是我们暂体也要去做改善 去一系列的从资本 泰马里 还有我们最美丽的车站 金轮多辆 等等大五 沿线的 那其实是花政府 不会花很多钱 谢谢员 我们来进行 那时候市长已经大概 两个月时间 交通部最整个 粗估一个经费 还有整个如何去实现 那我在这里 要再次要求部长 要支持这件事情 我非常支持 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政府 应该要做的投资 刘兆豪强调希望交通部能在 限期内完成相关程序的检讨 以及站体的改善规划 帮助台东观光再进一步 记者潘众伟台东综合报导